这位名叫斯塔尼斯科娃的女士 生活在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弗拉涅 她身患血癌 在医院治疗期间的所见所闻 令她感到恐惧和绝望 在距离科索沃很近的一个小镇公园 记者还曾采访到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驻科索沃老兵 1999年 她作为南联盟驻科索沃的士兵参与了战争 2003年 在塞尔维亚临床中心 她被检测出体内有U238 也就是瓶油蛋的残片 虽然没有查出癌症 但是身体内的那块眼看不见的瓶油蛋残片 却如同一把利剑悬在心头 而让她感到更为恐惧的是 当年的主治医生很快得了癌症去世了 她死了 她是在地区里面 她是在地区里面 在地区里面